临时要搭车 现在不少人选择叫Uber 不过有民众在网络上分享 他搭Uber小黄 从台北市新一区 到新北市新庄 竟然搭了4585元 印发争议 是搭去哪里 对啊 他是搭去哪 不知道是他按出来 是就坑不知道的人 哦 怎么那么贵 双北通勤夸张价格 我们实测即使没买会员 特价414元到569元 即使原价也是669元 再加上夜间加权20元 也才快700元 夸张景象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说 从信义做到亲谱 晚上尖峰时段 也才1600多 我超常信义新装 来回炮一趟300多元而已 它绝对不是绕路的问题 4000多块的时候 基本上你已经可以做到脏话 简单来讲就是多了一个0 车代表的不是多一倍 是多10倍 实际研究关键 恐怕就在一般的Uber搭乘之前 就会显示价格 Uber小黄虽然叫车之前 也有预扣金额 但实际金额 同样采取跳表制 到达目的地之后 有实际输入 所以恐怕不是手滑 就是趁人不注意 多按一下 虽然多元平台真的很方便 不过还是提醒乘客 下车就检视刷卡单 发现有异状 赶快申诉克服 才能讨回自己的辛苦钱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